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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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彻底改变了我 给了我 再获一次的机会 以后我绝不会再沾染陌神的力量 为了你 我一定说到做到 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跟你说一句谢谢 不管是座位谈态经 还是苍九名 谁改变你了 我只是在出谋味道而已 不跟你说了 说是说是 我还要看花车巡游呢 我问你 ano 我虽然也没想到 你能再追月 那是在家里LEX 我 我想公子若是走了 定会经过此处 所以 所以你在这里 是为了等我 你受伤了 无事 怎么会无事 流了这么多心 牧女略懂一些疗愈之术 公子不要怪我不顾男女之方 你受了伤 我不能就这样看着你流血 公子好厉害 那后乱景景的妖物被你收了 不是被我 大概是师妹或者师弟收走了吧 公子之前说 要去景景 寻求一个答案 找到了吗 算是找到了吧 那公子今后 是否可以救死安心了没 想聂军 莫姑娘 是 莫姑娘去哪儿了 若是去寻了短剑 莫姑娘 莫姑娘 这缝补的事 擅长话 公子起得真早 是要返回宗门了吗 这是公子的外袍 昨晚亮了一夜 应该已经干了吧 姑娘妙手修补 既无授之有亏 举手之劳罢了 公子喜欢就好 莫姑娘 昨晚 我晨起 去林中采了一些新鲜的郡姑 公子便是要走 也先用过早饭吧 都是些山野小味 公子不要嫌弃 是峻姑条的馅儿 我自小在衡阳宗长大 吃穿用肚 都是宗门义英功纪 从来没有人为我做过早饭 也没有人为我修补过衣裳 哦 我的意思是 姑娘惠致兰心 寻常家务罢了 都是以前学的 以前 以前我 以前我 嫁过人的 当年 我也曾为一个人 洗手做羹汤 只是如今 他已经不在了 抱歉 我独居在此 早就看开了 他 只是一日夫妻百日恩 恰是这一书一饭人间烟火 最是刻骨铭心 谁又能不存这几分留恋呢 是 时间不如一之事十有八九 公子若再有伤心时 不妨来此间吃一顿饭 喝一杯茶 我一直都在 准备 出灵 跑 白牛 不大 剩下 不浪 有 大 那 他 有 还有 真的 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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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景经的颇寒节 还是会这么热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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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师用手指他 便是选他做了魔神 好 对啊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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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 好 是传颂法针 报告上掌门 说 掌门今天不是带了弟子去衡阳宗吗 跟着去的弟子说 黎苏苏和那个逍遥宗的苍九民都不在 听说失去锦国了 没带别的人少 苍九民和黎苏苏是吧 好 敢把本少爷当猴耍 挑几个修为上家的兄弟 带足法宝 现在就跟我走 好 好嘞 光天化日 耳朵妖魔竟敢现身于人间 这些凡人现在既看不见我们 也听不到我们说话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们想做什么 别紧张嘛 只是聊聊而已 好 我跟你们聊 换个地方如何 不 不 就在这儿 若是换个地方 恐怕 你就不知道 溜到哪儿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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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 好 现在 我 我不需要 不需要 你还记得昨晚吗 昨晚 你那个先门小情人 差点就被我们吞吃了 如果没有魔神的力量 你就和他们一样 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龙翼 难道你非要逼我们杀了他 才后悔没有早点接受魔神的力量吗 把赵羽住给我 这眼神 倒是有点像药啊 你们今日前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苍九年 只有两条路摆在你的面前 你若愿意脱离仙门 回归魔月 我等万魔奉你为主 效忠于你 若你执意留在仙门 魔胎身份迟早会被发现 那时 你就只能是祖上鱼肉 任人处置 任主效忠 好啊 既然你们想要任我为主 就知道 那就把诚意显示出来 你想要什么诚意 各礼 都毫built 就算了 我等 自然愿意效忠于尊上 是吗 那你们就耐心等着吧 请尊上随我二人 重回黄园 好你个苍角兵 你竟然私会妖魔 不必妄动 今日 我就要抓他个现行 何去何从 我自有决断 你们二人的心意我已明了 你们先回去 待时机成熟 我自会去黄园 时机成熟 那是何时 你是在质问我吗 起开 起开起开 好啊你个苍九民 被我逮个正仇了吧 只要我将今日之事 告知先门各派 明日你不过身败名裂 恐怕还要被绑上降魔台 打得魂飞魄散 什么逍遥宗天才 乖乖给我当狗 哼 说不定本少爷 放你一条狗蜜 快滚 快走 快 快走 我可是在帮你啊 他们要是不死 咋就该是你了 这个不知好歹的魔台 就爱敬酒不吃吃罚酒 啊 哈哈哈哈 岑掌门 多谢你相助 封印了这洗髓印 这是我秘儿的法器啊 怎么会在这里 掌门 追 reagent 留任 不好了 嚣掌门被蹭就名沙啦 500 公园 怎么办 你想看 怎么看 我 快起剑法 避开妖艺 就会剑家在保护我们 快走到剑法宫面 四孝 苍九民 你很想看着他们死吗 四嶺 住手 放开他 你想要什么 我们可以再商量 怎么 现在想谈谈了 可惜已经晚了 放弃吧 以你在仙门的灵力修文 以及你御史这把剑的速度 定然来不及阻止我们 你心心念念想做的 那个仙门弟子苍九民 救不了他 救不了他 况且 今日要救的也不止他一个 现在 你还会觉得力量 是你不需要的东西吗 我只数三下 这些人全都会死 你现在 你现在还能心安理得地 做你的仙门弟子苍九民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呢 自从我摆入仙门 总是会听到 大家谈起陌生 我担心 他们所说之人就是我 欲言所指之人 也是我 子安 我害怕 害怕有一天会被揭穿 怕他们会发现 我就是仙门当中 人人都想处置而后快的魔胎 二 是你彻底改变了吗 给了我 再获一子的机会 以后我绝不会再沾染魔神的力量 为了你 我一定说到做到 孩子 一 你 对不起 我失险了 魂巢间松明上演 尽然一生唯有执念 想去拨开无尽朝夜 若成全 独之分身如烟明灭如烟 大花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护明或暗 变幻万千 挥手间 宿命伤眼 借愿一生唯有执念 想起我看你 几乎过约 几乎成千 几乎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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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我过约 清水远迁 惊喜眉睫 清无敌 红色最红线 无人心灭 护护的念 清斗心弦 那一年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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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 救命啊 快走 快 快跑 快跑 先是洗髓印 又是屠神女 就这样还说自己不是孙上的魔胎 紫英 快 趁他身形涣散 将魔器灌给他 若是能将邪狗换死 今上就能降临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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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有秘密的没法 你会说 你为什么感受不到邪狗的回应 你不就想那朝 走 叔叔 叔叔 你竟然冒险将血骨封在了自己的体内 这个秘密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放开玉灵之子 就是他杀了岑掌门之子 父亲 你怎种 但我不是 更不会眼睁睁地看他铸成大错 为了苏苏 我也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你的魔胎除掉 该死 明明他就是尊上的魔胎 为何打入你五万年修往 血骨 还是没有丝合反应 难不成我们真的看走眼了 就算我们会看走眼 难道尊上的洗水艺 与屠神奴也会看走眼吗 不过 无缘无故死了那么多烦人 苍九民 必然会惹上大麻烦 不如我们去衡阳宗 看看热闹 我们走吧 明明是晴天 为何一见小魔风 终于入不完 你竟不知 小魔风常年雷电不断 你看到小魔蜀 会将雷引到寿刑人身上 那苍九民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啊 居然这么大的阵仗 听说啊 他勾结妖魔屠戮百姓 还杀了参掌门之子 身为仙门弟子勾结妖魔 可不是弥天大罪吗 苍九民不是肖妖宗 赵幽镇人最宝贝的小徒儿吗 这事和赵幽掌门 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那不可能吧 我替肖妖宗的师兄说 这个藏尸弟平时行事正版 说不定这其中 是有什么误会呢 也说不定啊 是啊 九民 师父 九民 我只问你 是你干的吗 不是 好 师父信你 苦疼 参掌门 慕年喋子 悲痛成狂 要将你 问罪处刑 今日恐怕 难以善料了 师父 是我给逍遥宗天麻烦 对不起 世间自有公道 我相信 清者自清 师父 苏苏她怎么样了 她身受大量魔器侵蚀 现在还没醒来呢 小师妹是无够灵体 体力怎么会积蓄这么多的魔器 小师叔一直昏迷不醒 掌门还被召去了逍遥增 师父 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她心里暂时无安 只是魔器积存体内一时无法排除 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那群牛鼻子 果然不分青红皂版 就开始兴师问罪了 都是她自作自受 如果颇寒节那日她不多管闲事 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苍九民 今天你在井井害死了我的儿子 伤我门中弟子 殃及无辜百姓 你可认罪 我没有杀他 杀他和赤霄宗弟子的人 是女霸思音 和莫修精灵 既然苍九民 一心想做仙门弟子 那不妨 就让他吃点苦疼 让他知道 什么 叫做真心错误 凶顽数子 事已至此还敢狡辩 罪证在此 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诸位 请看 请尊上 随我二人返回黄渊 何去何从 我自有决断 你们二人的心意我已明了 你们先回去 待时机成熟 我会再次前往黄渊 何时 才是时机成熟 好你个仓九民 被我逮个正仇了吧 只要我将今日之事 告知仙门各派 明日你不过身败名裂 恐怕还要被绑上降魔台 打得魂飞魄散 快滚 真的是他杀了层命 真的是九民 就是他害死了少掌门 就是他 他竟敢勾起妖魔 小害同门 这是怎么回事 赵永珠里的 真的是九民失敌吗 少掌门太可怜了 绝不能轻饶了那凶徒 大家都看到了吧 若非今日被秘儿撞破 恐怕先门各派 至今还被蒙在谷里 不知道萧有宗 竟还窝藏着妖魔 仙门大笔之事 我就觉得奇怪 明明只有各派掌门 才知道的计划 怎么就让那二魔钻了空子 原来是我仙门之中 早就有了间隙 谭掌门 真相还未分明 你怎可断言我的徒儿 一定是邪魔呢 九民 不信 无需理会其他 事发当时 究竟是如何 当时 四阴和精灭 在城中拦截我 想要任我为主 被我断然拒绝 一派胡言 那二魔统帅魔狱 位居魔首 凭什么主动取尊 任你个刚入仙门的 初修弟子为主呢 你们信吗 不信 不信 你们信吗 不信 他一定不可能 不可能的 谁信哪 不信 就是不信 怎么可能的 若仙门容不下他 我们正好 可以带他回荒渊 你们看哪 老天 都在为我讨回公道啊 苍九民 今日 我就让你为我儿子偿命 住手 今日是审问 不是实行 你何必如此届时凌人 局长们 你的女儿也是为这畜生所伤 生死未捕 你竟还为她说话 苏苏受伤 我固然心疼 但今日是要查明事情真相 衡量罪行 再行定夺 苏苏不知何时才能搜行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 我在这里照顾苏苏 你快去小魔方看一下情况如何 是 玉岸事件 怎么回事 听说景京有魔器伤人 他们抓了苍九民 要在小魔方将他处刑 小魔方 糟了 主上的身份暴露了 他 他的罪行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还有什么好查的 眼见之事 也未必为实 赵颖朱中 仅存数息之影 未见此事全貌 当时在场百姓众多 大哥找来 询问一番 看真相 是否如岑掌门所想 是啊 不能这么断啊 神沙大事 还需谨慎 对啊 我知你丧子之痛 但你不能 仅凭这些 就定我土地死罪 这是妄想 你 你 对不起 主上 我没想到会把你害成这样 来者何人 糟了 是地面 臣老皮肤恐怕是已经知道了魔胎在这里 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 去把他抢回来 你我魔器尚未恢复 他们人多势众 不宜应聘 再看看 局长们 他怎么来了 你可安好 有劳挂念 一切都好 诸位 这位便是万年前协助诸面魔神 立下汗马功劳的网之主 地面 当年我重伤坠入荒渊 也是蒙他所救 传说中的网之主竟然还活着 是 诸魔之战后 我被封印在荒渊之中 受尽了折磨 今日 结界松动 我拼尽全力 才得以脱身 不知网之主今日 来到碧派 有何贵干 我曾误入歧途 追随魔神多年 却也因此 失去了劫发妻子 自那时起 我便誓与魔神不共戴天 今日来此 自然是为了阻止魔神复生 霍乱三界 小子 你魔胎的身份 今日终于可以公之于众 什么 我没听错吧 怎么会 魔胎 苍九民就是魔胎啊 难怪二魔要认他为主了 是啊 这 这怎么会啊 这都是魔胎啊 他竟是魔胎 我不是 我不是 你当然不是魔神 魔神早已经死了 你也不该活着 只有你死了 魔神才不会复生 一切灾恶才能终结 我找到你就是魔胎的铁证 果然如我所谅 哼 诸位 魔神之眼图神弩 此刻 就在他身上 什么 图神弩现世了 图神弩 这可是一万年没有出现过的魔戏 图神弩 魔神的魔戚怎么会在他身上 真的是想不到 他究竟在什么来了呀 图神弩 图神弩 我探到了 就是图神弩 图神弩 就在他身上 救命 此时非同小客 你要实话实说 不可随便招供 师父 图神弩 的确在我身上 图神弩怎么会在师弟身上 他自己都承认了 还管什么罪不罪的 还管什么罪不罪的 赶紧趁他现在还没撑气候 撤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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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杀了他 我不会成为魔神 我没有用图神弩杀人 我没杀人 魔神不死不灭 三界众生不尽 恨苦不绝 魔神便不会永亡 若水 是世间元神的归处 所以魔神便选择了那里的夷月族 与他们缔结契约 让他们承担 但与魔胎的职责 那你 告诉大家 你和夷月族到底是何关系 一月族 是我的母族 什么 什么 这也对上了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啊 这回可没什么可狡辩的了吧 我 魔神与一月族地下契约又如何 不管宿命如何 正写是非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 绝不会成为魔神 是吗 那我不妨再告诉你们一件事 就在魔神与一月族地下契约的那天 尊上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日 属下们应当如何分辨魔胎 毕竟邪谷乃是隐秘之物 探查起来并不容易 无知魔胎自当与众不同 听闻凡间有人编撰画板一说 那无便效仿他们 为这魔胎定下他的命数吧 他将弑母而生 长于朱蒙碧瓦之中 却备受冷落欺误 他是个怪物 就让他学小狗 救我啊 救我呢 救我啊 救我啊 救他 狗子会咬人 你只会碍人 不要他走上云端 呼吟陛下 尝到高高在上自卑 一招春风得意 看尽繁华 再让他一招跌落谷底 遭遇背派怨恨 即便英气郁雨 南面龄下 仍难逃骨肉香残 足迹反目 受尽人间苦楚 谭太监 你现在就杀了我 我会每天吃香你 阻证你 叶兴翁 你杀了我 不 不要再说了 他们都是你最亲的人 无论他做什么都只是徒劳 他的生命中美好皆是虚妄 他所爱所求终将消散 苦难 才是真实 叶兴翁 你说话呀 他会一无所有 还不够 我要他进入仙门 以为自己走上了所谓的正道 得到了所谓的尸有温情 却发现 却发现 不过是一场虚妄 最终 事实成目 这样的画本地面 你觉得可还精彩 不是的 谭太近 你还要嘴硬 奸称自己并非魔胎吗 原来 我所遭受的这一切 真的是早已被安排好的 诸位 他已无可抵赖 卢已见得 刚刚我所言之事 句句属实 难道你们还要等到他 逝世成魔之时 咱来后悔不迭吗 真假 只要是我都该死 我该死 我真没想到 我太居然早就已经藏在我们身边了 谭太近 你感觉到了吗 就是 就是 怀疑 惧怕 仇事 是我 是不是觉得冷 从心里冷到指尖 是不是有口难言 我要你入凡间立尘世 要你长出情思 就是为了这一天 就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体会这一切 天蜡 天蜡越来越频繁了 这蜡就是被这魔胎系来的嘛 天意呀 真是天意呀 你们逍遥宗 这战妖除魔的降魔蜀 在这儿矗立了数百年 今日就用他 来审判你苍旧民 看他会不会放过你这个魔胎 来人 将仓旧民给我押上去 哈哈哈哈 看看这些人 你是谁真的会有人关心吗 在这些人的眼中 你始终都是魔胎 你一心想融入他们 竭尽所能地模仿他们 可是到头来 看看你现在的下场 真是可怜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天 他们真的会因为你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就会放过你吧 这个逆途已经失控了 快 先下手为强 再犹豫下去 他就要反过来取我等性命了 照耀这人 你还要暴躁自己的徒弟吗 快杀了他 杀一人而救三界 这买卖不亏呢 买卖? 层掌门说的是买卖吗 层掌门是不是在 属于我们的同门啊 老四朝啊 我下不了手 对啊 还是先听手 问清楚吧 证据确凿 还有什么可犹豫呢 事实法在眼前 依然暴毙魔胎 究竟是何局限 主位 对付妖魔 不可妇人之人哪 快助我诛杀此魔 苍九民 还有为师信你 快点稳住心神 师父 师父 还有师父 还有师父 愿意相信我 我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番苦险 我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番苦险 未能辜负师父 匄 眼狹 嗯 香罗楚反应如此强烈 这回已无话可说了吧 大家都看到了吧 苍旧民就是魔胎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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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眸间忽然月上雀 红尘是花三千 大雪凌落的眼 测一只随远时 怀抱一只蝴蝶 无得试着水里把回忆吸一遍 从此不相见 我见过软鱼开过的话 沉入月光无暇 你听那一步一息的话 如同终上风华 无论走的 就行着风下 那月光与我是铠甲 我尽力来 尽力来是带着伤疤 也许就温柔活一下 辞去的满身 在雨上 那可惹的重安 呀 哦哦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